剩一点时间,我们把这个 今天这一题把它做个Ending 那最后的话呢 其实这一题本来讲到这边大概就告个段落 可是有同学说,老师这个范例很好耶 我希望拿来,就是说将来工作 我要安排那个schedule的时候可以拿来用 那可是问题一个问题 我这个日期下方并没有空白 那有什么方式可以快速的帮我加空白 这边我demo一下 所以第一个请你一定要在这个上方按右键 把那个什么呢 大小位置一定要不随处成而改变 不然它插入空白列的时候呢 这个按钮每个都变形了 ok 那我们demo一下,大概就这样 第一个先插入空白列 ok 那各位可以看到呢 我插入空白列之后 底下的那个本来有颜色的我把它去掉了 然后删除空白列的部分 可以把它快速把它删掉 ok 那再来的话就增加列高 因为刚刚插入空白列的时候 你会发现那列高跟上一个一样 可以同时说老师不够啦 那个列高 我希望高一点点 至于多高 我大概抓一个高度 这个高度的话 其实你们可以抓这个 它前面有个数字 大概差不多50左右 有没有 不是50像素 是前面这个数字 现在大概49.5 大概这么高 我把它删掉 那我把它改成就是 插入列高的话50 就类似像这样 ok 大概长这样 那怎么做 其实有没有很困难 其实跟各位讲 并不困难 这里面的话呢 只需要 第一个 你要知道一个物件 叫raws raws 也就是列物件 那如果你要插入列的话呢 那你要记得 它要点insert 就是在 而且要跟它讲说 哪一列哦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 在第二列的地方 不对 应该是第三列 从第三列开始 那我要插入一列的话 就raws 瓜糊 3 点insert 如果用程式来打的话 其实如果你要练习 你可以从这边 从检视里面有个 即时运算视窗 ok 就ctrlg 这边的话可以 你如果要练习的话 你可以在这边打 raws 瓜糊 然后第三列 帮我insert 点什么 点insert 这样子 那它就知道 在这边第三列 帮你插入一列 enter一下 第三列 插入一列 那各位可以看到 第三列就被插入一列了 那如果第三列 这边要把它删掉的话呢 那很简单 把insert改成什么